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姓林的 我就以为林青霞 那他有失望的感觉吗 对方的回应是说差不多啊 都是同档次的 而且也是那个爱河边长大的 台湾高雄爱河 我也在那走过 你过去谈恋爱也在那走过是吗 没有 谈恋爱的时候已经到台北了 走了应该就淡水河了 现在在香港呢 有没有又找啊 对对对 高雄他就经常在城门河嘛 沙田那城门河走来走去是吧 所以韦杰又是我们的这个台湾妹妹啊 你到凤凰工作这么多时间呢 很多观众都已经在这个新闻的第一线啊 经常能够看到她 但是你到这来这么长时间 你都应该知道公司里的规矩了 一般这个美女 这个提起来好令人冒汗 现在好紧张 都 等一下 你讲以前我先讲我的规矩 第一道规矩先来跟我聊聊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啦 才轮到涛过来聊 可以吗 所以他们说啊 副导演 副导演 这个怎么说呢 最坏 对 就是我跟你说 一般都得到这个枪枪三人行 这潜规则一下 但是 我继续紧张又开始冒汗了 我都冒汗了 我跟你说 我们的这个潜规则 嘉惠 要说党的干部 如果都能像我这样 我跟你说 那这个风气就好多了 我从来都是什么啊 什么都不会索取的 先给予这个姑娘机会 对吧 让她发挥她的这个所长 至于潜规则这个事呢 提都不会提的 你知道吗 完全看你自愿 不用提吗 即便你不愿意啊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 对吧 让你上我们的戏 你说 我同意 而且韦杰 我告诉你 那潜规则这个 谁都不能免 男女都不能免 我都受过 又还是眼泪吗 我蛮快乐的 后来发现蛮好的 她的潜规则是前后的潜 是以前的规则 现在规则改了啊 现在就是 唯有才事举 对 听说咱们韦杰 是很有才的 又美女 谁说的 好像知道是谁说的 没才怎么会去看 一代宗师呢 为什么我找她来聊啊 嘉惠 有这么一个话题 真是可以谈谈 我们微博里 很多观众都说 该谈谈一代宗师了 说你们谈了1942了 谈了什么甚至太久 你们不都也给糟蹋了吗 就是这个 一代宗师 对 我也看了 咱们仨都看了 谈谈观感 大陆那边讲 说两极化的评价 但是我发现香港人 好像还是本相本土 香港这个演艺圈的 一般看了都是说 哇完美 都是夸的一塌糊涂 夸的最狠的就是刘嘉玲 没办法 人家你知道另一半 你怎么要力挺一下 你来这边演宗师 当然要力挺一下 你是一个人 不对 我又问到这儿 你就是 又继续吗 你去看了 对对对 你看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刚看完说 真的有很美的感觉 就是他很多 就是讲的一些台词 是什么 就是女生看 少女情怀 总是是 看完就 好揪心 我还特别把它印出来 给我们讲讲 在我最美的时候 遇见你是我的幸运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因为待会儿 还有别的录影 后面那一句 就是那个 宫二在就是 最后不是要告诉他 说就是肃情怀的时候 讲的这一句 你看女孩子就记这一句 男孩子一般都是说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就是还有说什么 人生怎么着来着 人生无悔啊 如果真的没有后悔 人生起步很无趣 对 就是诸如此类的 有一些金句 奇怪 我那个 首先我有点感冒 就是看一代宗师的时候 感冒睡着 那个 睡着吗 可是我不要误会 我非常喜欢 王家卫的电影 我是他宗师粉丝 铁杆粉丝 可是我觉得 这些金句 就是把王家卫的电影 弄坏的 以前像有人经常说嘛 你年纪轻 有没有看阿非正传 好久以前 张国荣那个 张国荣那个 没有绞的鸟 对 没有绞的鸟啦 什么 我给你看住 我们一起看着这个钟 这一分钟 记得等等 好像很浪漫 要来骗小女孩的 我们看来就觉得说 这是拜批啊 没有理由放这种 这种好像电视剧的金句 反而像东斜西毒 很多完全不讲话的 就像你刚说的美嘛 画面 整个镜头的美学 我觉得假如能够小一点这个金句 当然假如赵本山不演更好 我觉得就感觉会更好 你看他们一般人就讲 你说你也不知道赵本山吧 你也知道 但不像我们那么熟了 赵本山或者小沈阳 我觉得他们都说这是败笔 可是我认为他不理解我们家家卫 就是说 我觉得我能明白 这个王家卫啊 入戏太深了 这个入戏太深了 比如说啊 我觉得我能理解 他说他看着赵本山 第一次见赵本山 他就觉得像一个高手 其实这个很多人就讲说 他选赵本山 我们都笑场了 因为赵本山都把大家都笑场了 这些人呢 有这个反应的人 所以他跟王家卫啊 我觉得不是一个状态 我能明白 因为啊 你抛开赵本山 那个一向的形象 你想啊 陌生话的来看赵本山 赵本山有点老婆脸 那个老婆嘴 那么个样子 真的像是古龙小说里写的 那种整天在厨房挑着柴货 但是身怀绝技 对高手 高手 恰恰是那样一种 看上去特别 特别窝囊的 但是又不是窝囊 又有一种味道 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说王家卫他入戏太神 他都忘了 他不管这些小沈牙或什么 他就觉得 你是 你是不是这么理解 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有投资吧 我想说应该是有投资 投资必须要出来一下 不然那个就像我们要秀logo啊 你知道有投资 总是要让人家漏口 之类的 他是股东 是有这种报道 说赵本山那边投资 但是他们好像辟谣了 说没有这回事 我看你王家卫的性格 假如是这样 他宁可不要你的投资 王家卫不确切呢 据我知道的背景是说 好几家美国的公司 英国的日本的 排着队 把钱来请他拍戏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一定是拍得很久 甚至有可能回本期很强 可是没有关系 我需要我的公司 有个这样的招牌 王家卫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跟那个谣传 那个无关 可是对啊 我觉得所谓的败笔 就是这样嘛 因为我们都说 为什么好多明星 都抢着拍他的戏 因为他能够把人来改造 把明星改造 把你磨平 把他能以另外的东西弄出来 可是这一套的王家卫的魔法 技法 没有发挥在赵本三 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还是原来的老赵 我觉得这样就好像王家卫的 就算没有什么败笔 不算是败笔 也没有拿到分数 我觉得蛮可惜的 但是你看 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梁朝伟了 林妹妹 你看这个电影里的梁朝伟 我特别想知道 女的观众 整个是不是已经 醉了就是 我觉得还好 你免疫力挺强的 对 少女心已经揉掉 丢地上的时候才去看 是吗 你看这个 梁朝伟从自始至终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梁朝伟 我觉得他演的 不像是个武生 像是个文人 感觉是 就是文的气息 比较重一点 然后你还是 就是就算他打拳的感觉 不像说 我打得很那种 就是血脉喷 他打的就是 让你觉得很漂亮 很美 然后很软软的 这样过去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个文人 没有到 那这个里头 谁最吸引你 我觉得反倒是 张子怡最吸引我 张子怡 真的 他们都说啊 张艺谋 都没把张子怡 拍这么漂亮 王家卫做到了 所以你刚才讲赵本山 我为什么就想到 他那个刘嘉玲 在那个微博里啊 就夸子哥老公啊 一点不吝啬 说你简直是一个戏鬼 但是就是说啊 说这个 原话我都记得 他就说啊 王家卫 这个 这个 梁朝伟是 王家卫的定海神针 就是说 王家卫讲啊 本来梁朝伟 有很多台词的 可是呢 他把梁朝伟的台词 删掉了很多 因为他说 梁朝伟这个演员呢 地球人已经 没人挡得住了 说是 尽管你说你的 他一句台词都没有 其他演员就得疯了 但是 说梁朝伟就有这个气场 他听你说话的时候 把你身上的气场 全都能吸过来 对 梁朝伟的确 他的气场很大了 我记得 可是啊 你因为你刚问他 对于梁朝伟的感觉 对 我是蛮惊讶的 我也是一般想要说 只要你是女性动物 看到梁朝伟三个字啊 那个荷尔蒙又出来了 我荷尔蒙都出来了 你怎么没出来了 对啊 这样我们也是 哎 涛哥 可是原来 你一定不是自己去看的 我去我知道 就是我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知道梁朝伟 他就是电眼 他就是在那边那个 跟你那个眼睛 对到那个瞬间 就 应该是有吸气的感觉 但我觉得是因为 你已经预期 他是这样子的角色 所以你就反而没有 我觉得因为这样 所以免疫 但反倒是我觉得 当初我没有预想 张子怡是一个 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去了之后 你反倒真的进去 他的故事线的里面 就觉得他的故事很完整 就一直在等着 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什么时候会做什么 对 但是咱们 还是先看一下 这个谁啊 梁朝伟 梁朝伟戏外的 这个女人啊 好像最近 这个微博上出来 来 林妹妹 你看 这被称为 不老的传奇 你能辨认出 仨是谁吗 我刚刚有认真地看 就是刘嘉玲 跟那个周慧宁 然后右边的 我觉得应该是 李姿 对 你瞧瞧 对 是他们 可是这个照片 看起来好久了嘛 有20年前的吗 也蛮久了 他们说就说 梁朝伟这个人 就是说是生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 这种大艺术家呀 全是靠刘嘉玲 把他捕鱼到今天 不是 他可以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盐份断将 五井共酒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胃太医啊 胃太医牌 盆炎镜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胃太医牌 盆炎镜胶囊 嘉辉是香港电影研究专家 你知道吗 我喜欢看片 可是在讲这个电影以前 我还是把我刚没讲完的 梁朝伟的事讲完 我去年在上海有个活动 跟梁朝伟一起 那我出发前 就跟那些年轻女生说 梁朝伟什么 每个人都尖叫 就说我说我会见到梁朝伟 就尖叫起来 那后来我继续讲 我说还有刘青云在场 那那些女生叫得更大声 原来我发现 至少我碰到那一群女生 90%是喜欢刘青云 胜于梁朝伟 是的 我是完全没想到 你有这个感觉吗 好像都还好 这样是不是太免疫太长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梁朝伟他太帅了 你知道你无法拥有一个那个太帅的男人 他你守不住他 感觉刘青云是可以会守在身边 他会帮你挡子弹 但如果是梁朝伟 可能家里电灯坏 你要去修 他会坐在那边 所以你看我们今年那个选美中华小姐的时候 我介绍刘青云 我就是说多少女人梦想着拥有她的才华 她的容貌 她的老公 对 他这是 刘青云这么多年 对吧 也真是 对 但是他们不敢 不敢拥有他 他们宁可拥有刘青云 然后找梁朝伟当小三 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刘青云是个踏实的 这个 刘青云是个基地 出去打猎 叫猎梁朝伟 把梁朝伟猎猎下去 当个小三 对 那我觉得他们最 那些女生不一样 很会想的 跟我们一样 现在是什么 那在电影里 这个梁朝伟失去了 这个把公二当成二奶的机会 对 我就说还是讲这个电影 讲正经的 我都能够几种意见 我都能理解 因为我在影院看的时候 旁边有人一直在打哈欠 所以我也能明白 就有些人觉得闷 或者觉得这个故事没有完整性 可是怎么说 我老觉得王家卫 入戏太深以后 他跟我们的状态 已经不太一样了 其实你要说 有人说王家卫的电影 看得懂看不懂 那个重庆森林 还有一个叫二零几几呢 二零四六 二零四六 到现在我也没有看懂过 但是好像无所谓 你知道吗 反而这部电影 我看懂了 即便没看懂的地方 我也知道 再看一遍就看懂了 因为你知道他 他光这个电影剧本 就写了六部电影剧本的量 拍这个电影 拍了三部电影的量 最后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部电影 我为什么讲 就说 这就是个人偏好了 就是我挺能理解 有些人说故事结构不完整 但是对我来说 看王家卫 看得懂就是完整 懂不懂无所谓了 就是这个唯美 这个唯美 过去咱们说唯美这个词 有贬义 老实说什么小资情 唯美好像觉得是一种 酸里酸气的 这个境界不高的东西 其实不是 我觉得唯美 是了不得的 文涛 我觉得假如 只说唯美的话 还是有点贬低了 我们李嘉的王家卫 王大导演 是吗 因为唯美了 因为像梁朝伟也好 张紫义也好 他们都说 把我拍得那么漂亮 主要是那个法国的摄影师 这样打灯 花了三个小时来打灯 来拍五秒钟 所以你说美 镜头很多时候 不一定全是导演的功力 那我们还是要懂王家卫 其实我觉得 就算他一步一步 没有那么好懂 你一系列来看的话 你从头看一遍 从王家卫第一个作品 看下去 很好懂 是什么呢 我经常说 跟张爱玲的文章 是一致的 一致是什么呢 张爱玲讲时间 讲错过 永远 记得吗 奔生源的句子 细菌 我们回不去了 OK 永远是这样 细菌 细菌是 病毒啊 不是细菌 是名字 名字 细菌 细菌回不去了 会永远在你的身心 在感冒 然后呢 回不去 永远是想回去的 回不去 想出来的 出不来 我们看王家卫 我们说阿飞正传 对不对 什么看着就 一分钟 我们看2046 花样临华 房间来来去去 东邪西毒 你在等我 我在等他 他在等他 包括这个一代宗师 都是这样 永远是 对不对 跟张紫怡的交错 我们几个 缘分到此为止 等等 但是他这个 还是他过去电影里 不多的 就是加入这种 民国历史的 这个含义 很多历史事件 进去了 所以我倒觉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喜欢看的是什么 就是说 他每一个东西 都是想办法拍的好 比如说打 打的也很好 有些人说 想再看一遍 就是说你说 拍人拍的也好 就他那个金楼 张书平给他 搭的那个金楼 很多都是真古董 真的古董 你看就是说 他精心致志的 去弄好每一个 每一件事情之后 这最后就像是一种 流动的东西 你说我看的时候 看两小时 我希望看他的四小时 因为我觉得 要剪一个四小时的版本 对啊 因为如果任何一段打戏 任何一段文戏 都是挺过瘾的 你管他是什么意思的 你知道吗 我就 我会以为 我对他的唯美 有那么一种感觉 就像是这个谁 你知道吗 就是郭德纲 说相声 你知道我好佩服的 就是你知道到最后 就是大家太喜欢了 就哈哈大笑 就老让他们返场 返场就是说 哎呀再给啊 再给啊 再给啊 你要他给 这郭德纲就老有 这肚子里好像有 讲不完的 准备不完的 这个笑话 哎 你就是觉得 王家卫我是说 他当然不是笑话 但是就你觉得这种 美的东西 拍的那个 够好的这个东西啊 再给你一点 再给你一点 哎 哪怕拿出五分钟 给我看 我也看得很过瘾 可是我有个疑问啊 就是 就我觉得导演 有时候拍到最后 每一个导演可能都会 就是说他有一个 固定的类型 像我有时候看 王家卫定 我就觉得说 大家就会期待说 哦这个 比如说现在大家就会拿 2046拿花样年华 的一些内容 来对照一代宗师 就说哦 这个很像 这个跟什么很像 你看他抽烟的动作 他做下的动作 他跟谁谁谁 之间相遇的动作 啊 这样问题叫哪里 不是很好吗 可是你就会想说 就像我们看到 吴宇森的电影 看到这样就说 哎 什么时候鸽子要飞了 什么时候两把枪 要拿出来了 那这样他会不会 就没有突破呢 啊 落尽自己在套子里 就是说你不会 你去看他电影的时候 你已经想好说 OK我今天进去会 比如说我要去看 这部电影之前 我已经想好说 我很期待看到 就是打斗的美 就是大家都知道 是我要去看他美的 那个部分 啊 对 可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去看 别的电影 比如我去看 李安的电影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他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那个期待感 的那个不一样 对 看完家卫的电影 这个预期就是 一出电影院 哎呀 这电影也太好 看懂了 看懂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良春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你对梁涛伟没感觉 对张震有感觉吗 对就是 有感觉是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 还没看电影之前 就知道说 他为了这个戏 投入这么多的心血 开始学打拳 打三年 然后打到冠军 然后就很期待说 哇在里面又有大战拳脚 然后在里面 欸好像也还好吗 就除了一场打戏之外 其他都是比较搞笑的 然后帅的 重点是由头书的很贴 你知道 就是都已经 我想说 哇由头书这么的 这帅气怎么 欸好少 就结束了 反正演王家卫的电影 你不能跟他生这个气 对吧 那比这个宋慧桥好多了 他的剪 宋慧桥的戏 听说剪了95% 现在剩下 剩下是5%的 本来全部剪的 本来全部剪 后来听说了 这八卦的朋友们说 是宋慧桥的经纪人去 说好说坏的 反正谈喷了好久 后来才暴露了 但我是不知道 就是说你说是导演的功力 还是说是演员的进步 张子怡 我在这个电影里 我真是看到 他的进步 他因为他最初是 我就觉得张子怡 不算一个很有演技的人 但是这些年你就看着他 也真是有进步 尤其到这个片子里 张子怡这个范 是吧 出来了 张子怡也不是一天 总要出去喝过羊水 还有交了男朋友 交了羊男朋友 但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去看电影 就是不太一样 是吧 就是真的 我就想说 你比如说像王家卫 你知道平常像我们主持人 比如说给我们拍个海报 拍照片 你发现没有 我们总会不太相信摄影师挑的 因为摄影师挑的 可能你老会觉得不够漂亮 你觉得你自己才知道 你怎么比较漂亮 对吧 他挑的他以为漂亮 你觉得都是不是 但是你说世界上有一个人 比如说像王家卫 他拍梁朝伟 我相信连梁朝伟 自己都发现不了 自己可以拍得这么美 对 那么一个导演 能够这么样的知道 而且我们更需要期待 许多年后 他重新再剪这部片 好像东斜西独野 我很希望看到四个小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